五月 辉州的油菜籽成熟 它是当地食用油的制作原料 农民们的忙碌 可以保证自家厨房一整年出产美味 中式烹饪 油是锅具和食物之间的媒介 热力作用产生出奇妙而丰富的烹饪方式 植物油脂比动物油脂更易获得而且健康 这个秘密的发现 使人类的烹饪时前进了一大步 美味的前世是如画的美景 清明正是油菜花开的世界 富厄村唯一的油房主成亚中 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在这一天祭拜祖先 油房的劳作决定全村的口福 中国人相信万事顺遂是因为祖先的庇佑 田边的邂逅对同村的成狗乐来说 意味着用不了多久就能吃到新榨的菜籽油 清晨 春雨的湿气渐渐蒸发 接下来会是连续的晴天 这是收割菜籽的最好时机 五天充足的阳光 使夹壳干燥变脆 脱力变得轻而易举 菜籽的植物生涯已经结束 接下来它要开始一段奇幻的旅行 工作期间每天的午餐由老板娘负责 炒籽是第一步 高温破坏菜籽的细胞结构 降低蛋白质对油脂的吸附力 使油脂分离变得容易 随着菜籽爆裂的响声 香味开始渐渐弥漫整个村庄 菜籽油有独特的刺激性气味 有些人闻不惯 晖州人却甘之若移 晖州臭豆腐 用菜籽油煎 才能产生闻有微臭入口异香的奇特效果 制批 暗藏玄机 墨碎的菜籽蒸汽熏蒸 水分和温度的控制全凭惊艳 批饼压的是否厚薄均匀 直接影响出油率 菜籽油富含单不饱和脂肪 有力健康 媲美昂贵的橄榄油 不过菜籽油也有先天不足 烹饪过程中油烟大是其中之一 今天通过科学的精炼手段 油的烟点大大提高 加上品种改良 可以进一步降低非健康物质的含量 对于烤菜籽油生活的辉州人来说 一切都是从榨取第一滴油开始的 木榨榨油 传承一千多年的古老工艺 电力机械时代 血肉和草木之间的对决 依然焕发着原始的生命力 嗨 警察 警察 重达100公斤的撞锤 敲打木蝎子 对炸糖中的批评 施加巨大的压力 依靠这种物理压 迫使油脂胜出 反复炸打 持续三个小时 在追求利益和效率的今天 这也许是对祖先智慧最好的继承 菜籽油在中国有千年的历史 使用广度上贯穿长江流域 给各菜系的厨师创造了施展记忆的舞台 红油的烹制 必须使用菜籽油 秘诀掌握在四川人手中 煸炒使辣椒迅速脱水 渗出香味 捣碎 以便与菜籽油充分接触 油温是关键 过低 避不出辣椒的香味 烧膏又容易焦糊 中式厨房不依赖温度计 全凭厨师的手感和经验精准控制 腊味素和红色素完全吸出 需要静置一整天 一缸精彩的红油 几乎就是川菜的灵魂 色泽红艳 腊味醇厚 香气息人 菜籽油在四川人手里 完成了华丽的转身